首相拿督斯利安华将会在明天出席在新加坡举办的第十马新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强化马新两国关系和经济合作将会是主要议题之一 外交部长拿督斯利将比里指出这场会议的主要课题 将围绕在如何改善互通互联和探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 在关系中更加好关系和关系和关系中间 像比里指出我国和新加坡也将会探讨以渐进适合双赢的方案 解决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 他强调这场非正式会议是重要的双边讨论平台 可以让两国评估现有的合作方向 我国代表团包括赞比里内政部长拿督斯利夏福丁 交通部长陆兆福 天然资源部长涅纳斯米和贸工部长东姑扎鲁等 请 dark shade 了解你的 contrario